現在最夯的話題 除了看大谷翔平有沒有開轟之外 能不能登頂國聯打擊三冠王 也成了一大焦點 目前只差打擊率一向就能打標的Otani 對上爐主洛基把握機會大進補 除了安打之外 倒壘部分也不客氣 超時了 那這個要啟動 所以到底是啟動線 五局上啟動快腿衝上二壘 大鼓開心以為倒壘數再加一 誰知道ちょっと待って 裁判表示這是一次投手犯規 所以倒壘不算 加完又減 而這樣的插曲也激發了Otani 在六局上怎麼樣都要跑的決心 走了 傳到哪裡去了 真的是叫做盲中出錯的傳球 全世界都知道他要跑了 全世界都知道他要跑了 但怎麼樣就是抓不著 甚至這球還直接砸到投手的背上 心痛背更痛 打著翔平五十八道出爐 打擊雖然沒炸裂 但維持在五十四轟 而且手感一樣很兇 五打數貢獻兩安打打擊率來到三成一 跟打擊王luisa Rice的三成一四 只剩下零點零零四的距離 那至於大鼓好夥伴山本優生 本場先發也很不錯 哎呦這個位置竹神給了 那打者就不太高興了 YAMAMOTO-san五局六K 被槍四只安打丟掉兩分 加上藍帽軍火力超幫忙 團隊十八只安打包含了 Teyaskar Hernandez 還有Kike Hernandez的Hombrown 中場到齊十三比二 海扁洛基 山本優生快為一百一十九天 再度拿下勝投 華日新聞展房報導 哈囉 我是建亞方 想要場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Teyaskar Hernandez